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David Sir 現在是2019年11月18日 在節目開始之前,如果大家想幫受火箱的李伯 大家可以看下面的資料 在這裏可以提供少許協助給他 大家隨意吧 今天要講的,其實都是最主要講理工大學的事情 現在警方在裏面圍著整間理工大學 裏面相對是平成的 外面由尖旺區,其實有很多人想著運送一些物資進去裏面 有些是令到人覺得 那班學生或者那班暴徒究竟想怎樣 有家長在現場,希望看到兩個女兒平安往 那我相信,警方不會亂來的 他們做的事其實都是合情合理 他們不是想去令到任何人受傷 反而是希望那班暴徒可以放棄武力 走出來 那李家超,局長都講過 其實他們放下武器,和平地離開 那其實就OK了 那他裏面沒有用到拘捕 自首或者被捕這些字眼 我覺得非常之好 因為其實他們是暴徒 他們可以平安和平地走出來 其實絕對是一件好事 我可以告訴大家 警方是絕對不想使用武力的 這方面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但在裏面呢,就發生了很多幾特別的事情 那,跟大家在這裏講一講 那我是收回來的 那有些人在社交媒體上 就說關於物資,食物片 那他們就在這裏講,食物已經太多了 如果是都要買的話,就買些紙包飲品 因為水,暫時已經太多了 那乾糧方面呢,同學比較喜歡吃的 就是某些牌子的朱古力餅乾 曲奇啦 甚至是一些朱古力蛋啊 那朱古力包裝的東西啊 那他就說,梳打餅和某一個加X餅那些呢 威怕餅呢,就沒有市場的 就叫他們不要買 好好笑 那千萬呢,就不要買那些 整條整袋的麵包來 大哥,你自己都不吃 都不會就這樣吃啦 那完全滯銷,就很浪費的 那呢,如果過裝麵包的話 銷量都很差 也都很難去派發 給裡面的暴徒吃的,OK 那麼,加什麼類的包裝蛋糕 卷蛋是勉強可以接受的 是勉強可以接受的 如果有得選 同學當然是選飯糰啦 這班大學生 就是,在搞什麼呢 難怪有些人說你們是巨嬰 其實香港巨嬰真的不少 完全不懂得照顧自己 你究竟想要求什麼呢 即是吃得好些 住得好些 穿得好些 沒那麼辛苦 開了冷氣 好像打遊戲一樣 我不知道這篇是真的還是假的 但我覺得看起來的時候 是非常搞笑的 一篇要求物資的 OK 那,很奇怪 那你知不知道你們現在做的什麼呢 你還要求這麼多 即是被寵壞的小朋友 我覺得是 唉,沒話可說 其實,警察為何圍著 盡量不去攻堅 最主要原因就是 不想造成 即是有些人會受到傷害 但如果他們衝出來 發覺對方 有汽油彈 或者攻擊性武器 整班衝出來的時候 他們就會用催淚彈 或者其他比較低的武力 去趕回他們進去 如果他們是和平 放了手上的武器 我相信 警方一定會 令到他們 平平安安地 回警署 不是回家 你們希望回家 和警方要求你們回警署 其實的落差太大 你們要想清楚 即是,我覺得 警方在這個時候 應該繼續 守在那裏 不要撤退 不要讓他們走掉 一個都不可以走掉 那麼香港 在這段時間裏 起碼會獲得少少的寧靜 如果要送物資過去的暴徒 我希望你們看得很清楚 警方是不會輕易放棄 理工大學的這個陣地的 我希望警方可以堅守 亦都是大家可以和和平平地 跟警方回警局接受調查 就是這麼簡單 希望大家可以做這件事 那麼今天是很特別的 最特別的一件事就是 我收到一些網友的來信 他們在網上去看到 說中大要求庫房 動用14億元 為香港中文大學復收 那麼其實我一看這條消息 我就覺得有些問題 中大怎麼會這麼快計算出 他們需要收復整個中大需要多少錢 這條這樣的說法 其實是在某一些社交媒體裡傳出來的 是不是可以證實呢 還未可以證實 所以讓新聞飛一陣 那麼他講得挺特別的 某些我是挺贊同他 但是我也都有個另外的建議 因為不是一個網友 告訴我這件事 那麼我覺得在這裡 要跟大家說一說 我自己本身的立場是怎樣 那麼他說 這個五個多月來的暴動 香港已經滿目倉宜 多處地方和公共設施 需要大量的維修 所以知道香港的庫房 儲備是上幾代香港人辛辛苦苦 為香港建設得來的 暴徒所做的事無法無天 致香港人的名譽生命財產於不顧 香港已經需要長久的時間才可以收復 不可能再動用庫房14億元 為香港中文大學復收 本人強烈建議 無料期關閉香港中文大學 以及其他大學 這一點我個人有所保留 那麼 繼續封上這麼說 我認為香港現時的大學 根本是名存實望 不獨也罷 不如全部而平 為香港多建設公屋及居屋 對於香港大學培養出一大班的暴徒 本人心感憤怒和悲痛 香港教育制度嚴重出現問題 希望香港政府能夠正視問題 早日為香港逃出新天 止暴濟亂 新是新舊的新 這一封書寫給特首林鄭月娥女士 那麼其實 教育對每一代人都非常重要 我都講過 我最佩服鄧小平的就是他再恢復高校 教學重要 不需要令到香港這麼多間的大學 聽辦其實不需要 因為 國內 深圳 包括中文大學 包括理工大學 包括城市大學 起碼這三間大學 深圳都設有分佈的 那我就反而建議 因為學校 修復需時 所以 所有的學生 是需要回深圳去 繼續他們的學業 而 中大 但是 起碼維修 我覺得都需要一年時間 這麼大的傷害 而令到所有的學生 回去深圳上課 這個建議 我覺得 是實際 而且可行的 還有一件事 這一年裡面 如果他們 不想繼續 在中大 讀書 不想在城大 不想在理工大學 其實很簡單 他們可以退學 而退學這個選擇 我覺得 對大家 都是一件好事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第一 你破壞著學校 你看到一些 是理性的同學 我問你 你怎樣自處 你不如取消你的學位 你重新再去報考 或者 你甚至 嘗試一下 看看外地的大學 會不會收容 你這一類型的學生 讓你們實際去經驗一下 究竟 你們現在 對香港造成的破壞 在世界各國的人的眼中 是有什麼看法 我覺得這一點 反而是更加可行的 我希望 香港政府 可以考慮一下 還有 沒有可能 已經不敢做了 因為 中大已經被破壞到 即是不成效養 成大都是一模一樣 成大未來 理工大學 現在 又催淚彈 又放火燒 裡面進去 我相信 都是滿目倉儀 成大會不會是這樣 我在這裡 極力地呼籲 成大裡面的暴徒 趕快撤離學校 不要等到警方來到 又再一次把成大 搞到烏煙瘴氣 而我也知道 成大的校長 已經報了警 希望 所有的暴徒 撤離學校 不要把我們 香港人 辛苦的資源 不是一點一滴 是大片大片地 去摧毀 這個 我是想和大家 談的 這個話題 大家覺得 合不合理呢 如果是合理的話 我也會做一個問卷調查 當然是 我們都公佈一下 上一次做的問卷調查的答案 那我上次做的問卷調查答案是什麼呢 是說 你覺得 解放軍 應不應該 知不支持解放軍 出來幫忙 清理路障 那截至目前為止 有 2萬人投票 其中 98%的 就是我的網友 是支持解放軍出來協助 市民清除路障 只有少少的2% 是不支持的 這裏很多謝大家這個投票 接著 大家等另外一個投票出來 就是 我們應該怎樣處置 現在中大和理工大學 那班學生 學業的問題 我相信 大家會有不同意見的 OK 好 今天的時間到這裡為止 多謝大家 拜拜